今天凌晨的最新现场就是在新北市的新庄中寒路发生了一起车祸 疑似是为了闪躲 BMW就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号质感 一头冲进了民宅的铁皮围离 而就连停在旁边的机车也遭到波及 BMW驾驶呢就测值为零 不过他可花了500万买的改装BMW已经是受损严重 民宅铁皮围离被撞破 黑色BMW车头混損严重 保险杆也掉落 轮胎还被撞掉 前方还加了一台机车 刚好要过去朋友家那边聊天 然后想说摩托车先放在那里 结果才进去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就蹦一声很大声啊 听到声音外出查看这才发现 自己提防在路边的机车无辜遭到轿车追撞 车主说自己在屋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受害的还不只有机车而已 提防在路边转角处的白色轿车 也被撞断的交通耗质感给压到 后车厢整个凹陷 赵氏的BMW车主说自己是为了闪车 才会发生车祸 开过来 它突然有15个 你是绿灯就是了 绿灯啊 应该是过快吧 然后就直接就是直接那种刹车不起 整个轮胎都掉到那边 冲到耗质 它整个就冲过来 赵氏驾驶的九侧值是零 凌晨三点半左右 看着BMW经过新装中环路发生车祸 轿车机车遭到波及 前方有骑士好奇回头 遭到后方机车追撞 警方正在现场处理 BMW上没有行车记录器 警方将调越路口监视器画面 零行车祸发生的真正原因 记者郭宗睿 新北市报道